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谢谢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天津卫视的大情情感节目 爱情宝宜 那么我们今天请到的三位老师是谁呢 他们是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张一东张老师 欢迎张老师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沙娜老师 欢迎沙娜老师 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 图蕾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来吧 了解一下 第一队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这些年没有跟他过过一天 降福的日子 这使我最不能忍忍的是 他对孩子的冷漠 对我的背叛 他总是下财 哪有那么多的背叛 我为这家私人那么多 他也看不到 现在还要跟我闹离婚 他伤心的我就不伤心吗 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 所以我要和他离婚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刘先生 45岁 来自黑龙江 运输司机 来 有请刘先生 有请 女嘉宾高女士 43岁 同样来自黑龙江 花店老板 有请高女士 有请 欢迎老妹 今天谁要来 我要来 干啥 我要和他离婚 为啥 因为他总喝酒 总是找一些 不靠谱的朋友喝酒 喝酒还不干活 前些日子 儿子要上初中了 现在给他找个 好一点的学校 给他找个补课班 补课 我就把我之前 存的一万块钱 想拿出来 然后顺便再给 大女儿交住宿费 当我到银行 去取钱的时候 我才发现 这个钱没了 钱呢 那个钱 确实让我求助花了 干啥去了 跟朋友喝点酒 然后我找我赶 那个车 到捡车时候了 交的抢钱 人捡那车 完了这点钱 在喝点酒上 就花差不多了 没跟妻子说 我就进行 就是那个厂子 到月了 他就给算账了 就给算一部分钱 我已经到算钱 我就把这个钱 充了给放回去 不就没啥事了 不是你交这个 交墙写什么的 这是维修 或者叫补充生产工具 这有啥不能跟老婆说的 主要这不这里边 喝酒了吗 喝酒花了多少钱 喝酒 这得好像花了 三四千块钱吧 那样 喝了多少顿呢 完了这 现在把这车货 不太好 有时候这帮人 聚起就好喝了点 是吧 今天他请客 明天我请客了 是吧 不是这一次喝酒吧 平常也经常喝吧 那个平常 又是活多了 肯定是不喝 就最近这两年 活挺少的 这两年 就是没有活的情况下 就喝点 你把钱花了 你们想一下 我怎么办呢 你就没办法了 我就出去借 给孩子交这个补课费 再说了 你本身就是个货车司机 你就不应该喝酒 你就活竟然少了 越少越喝 从中午喝到晚上 来个电话了 来活了 好不容易来趟活 还干不了 喝了 那你就只有打电话 给别人干活 这钱本应该能挣的 你就挣不到手了 听明白了 您是觉得 现在生活状态不好 是吧 对 那也犯不上离婚呢 他自己还不讲一位生 我干一天活 我本身我就挺累的 回到家里吧 你就不管喝多了 还是干活回来 倒头就往那一躺 往床上一躺 床单被他弄得 都是土 可脏了 让他洗 他也不洗 一叫他洗 他还跟我吵 那不止这个 那 最近还得养鸽子 不讲卫生不算 他把家里弄得特别脏 养鸽子 养一些鸽子 一些狗 完了他还不熟 一些鸽子是多少 好几百只 一百多只 我的天哪 少的 一些狗呢 一些狗的六七只 五六只的 狗啊 现在狗没 没有了 现在狗就剩有 能有一条了 现在 鸽倒是挺多 鸽能有 现在是能有一百多个 是吧 但是现在我把鸽 已经那个 不像以前 那么痒 就是满天飞 是不是 那个扰民的 埋伏太太 是吧 现在我是那个 捐到那个 那个大罩里头 是吧 现在像那种 正规养法了 是吧 我也是定点 定时间放 性格肉鸽 性格的保护 人家还是有爱好 这当然要注意 是 你说你养养 那个普通的鸽子 就算了 又要养性格 养性格呢 不是说一个钱 两个钱 就能养喜子 而且投进 好几万块钱 到如今 一分钱 没回来 养性格呢 你还得喂细凉 那个鸽子 得吃什么大豆啊 黑豆啊 这个 又补盖 又这个又那个了 家里没有大女 她不往家扛 鸽子没有梁子 她一代也代往家扛 我问你啊 你觉得她对 儿子 老婆 闺女 好还是对鸽子好 她对鸽子好 是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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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打是打 确实 确实对鸽子好 确实 那确实得跟你离婚 你跟鸽子过去 是这意思吧 对 怎么帮你说呢 你说说看 就这点 恶喜了 对吧 其实是爱好 咱们一会儿帮她调整 没别的了吧 这都不圆 还有呢 有 怎么了 那她呢 最近呢 她总跟她前女友 有联系 真的吗 那个 就是那个什么 就是那个 咋说 就是 那有时是年轻时候 小时候吧 是吧 就是 二十多岁 那种时候 是出了 出了几年 是吧 然后当时说话 父母也不同意 也就完事了 完事了就完事了 完事就完事 但是有什么 我俩是那个 邻居 离跟前那个 邻居家挺近的 知道不 她也是养车的 也是养货车的 知道 她有时候呢 就接受点活干 是吧 就这样 她就 小西娅就不愿意 那只是单纯 接受点活吗 谁给谁活 那她前女友 给她活 接受点活 有的 有的她干不过来了 就给她干 是 她接受点活 给她了 她就觉得 特别感激她 就俩人经常出去喝酒 经常在一块 那不好 那你看 就有时吧 就是我们在干活吧 就是那个 有时候晚上 就是那个货车嘛 一般白天都不想走 有的地方都进行 一般吧 都活都是 都在晚上干 晚上干 有时候回来都挺晚的 说车腾停了 加根条来 晚上出去吃口饭 回来有时十一二点了 或者那个十四点钟了 就是吃了一口饭 让她指着 就是好像是 就想多了 就好像咋回事 就是 就是什么意思 那不能指着 说你吃口饭的事 都会引来流言蜚语 有很多人 邻居啦 车友啦 朋友啦 都跟我说 她俩特别密切 她俩走得特别近 如果要是没有说 她以前是的前女友 我也不会多想 但是的确 你俩是走得近 电话一天好几遍 微信呢 这俩人偷着聊 那个没成家吗 还是 有家 又有孩子 还有老公 你看她就是 就是想多了 你那个 我的前女友吧 就是咋说呢 就现在应该就咋说 应该就说是邻居 知道吧 我已经跟你们 这邻居 就在一起都 这一年都 那个都挺好的 我头几年吧 就是车活挺多的 知道吧 我那个 跟你那个 这个活的方面 不打太来往 这事有点说不清楚 你就自律吧 就老婆在意这事 介意这事 以后就别接她的活 别跟她吃饭 不就完了吗 就是往后 你就别吃了呗 对不对 注意点 我觉得 因为啥就在一起吧 她老这么说 我就怕那些什么 她就老这么误会我 所以你要就一会 我真不跟她 在一起干活了呢 她不想得更多 好像我俩真有 那种事情 行 一会咱们听听 老师的意见 这还行 说清楚了吗 没了吧 就为这点事 就要离婚哪 对 有点 主要是不是因为 跟前女友有联系 对啊 你看她一打电话 她家有点啥事 啥活来 她立马就去 我知道她 她都没那么痛快 你这媳妇挺好啊 贤惠不 我媳妇是挺贤惠的 家里边的孩子 都在她管 我今年都在外面干活 我也不怎么管 那人家要离婚 你同意不 我不同意 这是第一次闹离婚吗 以前有过 但是没这么正式 也没这么凶 这次为什么这么正式啊 就是因为前女友 对 就你觉得这个 是你不能忍受的 对 你跟她家人的关系怎么样 还可以吧 还可以 处得都不错 处得不错啥呀 你说我这媳妇 一点也不太懂事 你怎么还来劲呢 真是 我家吧 就是那个 就我说 他们属于肘门不是吗 肘门 完了就是 俩人就用倒点 就是我 那个兄弟媳妇 你妹 对 就用倒点 那个赶门口 倒点水 倒点那个 就是那个 搞点垃圾啥的 这俩人吧 就是那个 就吵起来了 那不都因为你吗 也不管这个家 也不管我们 本来你父母就偏心 小儿子 我不是跟他生气吗 气不过吗 你也不关心我 你家人也不关心我 是不是 我在这个家里 就是多余的 听明白了 可能这个事 也是你想离婚的一个重点吧 不顾家 或者叫这几年 生意不好了 不顾家 那几年还挺好的 是吧 对 这个父母那儿 不能给媳妇找到正常的位置 是吧 现在又冒出来一个 跟前女友 或者叫邻居之间的 暧昧不清的关系 所以是一定要离婚的 是吧 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来 宇宗 男跑长途 女卖花 共同撑起这个家 一儿一女一个好 但嗜酒如命 真糟糕 我个人觉得 夫妻本是同龄鸟 之前热播的那个电视剧 人间智慧是清欢 生活是什么 爱情是什么 家庭是什么 其实就是吵吵闹闹 一直到老 但另一方面 我想说说踏实这件事情 老婆在乎什么东西 老婆很讨厌什么东西 老婆心里很忌讳什么东西 作为老公 其实心里是明镜的 对不对 所以生活的责任和重担 一方面要承担 前女友 的的确确会给你 很多业务上的这个机会 会有很多赚钱的渠道 但另一方面 这里面这个度 你怎么能够让老婆踏实 如果她还是 你很在乎的人的话 如果这个家庭 还是你很在乎的话 那你就一定要考虑 这个细节 我就是为了家庭 我为了赚这个钱 所以其他的我管不上 我不管不顾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其实我想跟老婆 说的是什么呢 这就是生活本身 这就是生活本身 吵吵闹闹 因为钱 因为关怀 因为卫生 因为所谓的前女友 这就是生活本身 生活就是需要 彼此把刺收起来 相互抱团取暖嘛 包容一点 理解一点 同时呢 老公呢 积极一点 主动一点 责任责任责任 对不对 让老婆 让孩子 生活得最好 吃得好 穿得好 心里过着很踏实的日子 这个是东北男人 最值得骄傲的面子 好不好 加油啊 好 谢谢 谢谢张老师 谢谢老师 来 山大老师 大哥啊 您搞清楚自己媳妇心中 到底在意的是什么吗 您觉得她小心眼 在意您的前女友是吗 是 不是 她在意的是 您对这个家庭的态度 对她和对孩子的态度 您对这个家所负担的责任 和付出 她在意的是这个 前女友只是一个导火索 您说您在家里面 摆着那么强烈对比的 这个应该算什么 宠物 鸽子 然后这边是三个大活人 这么强烈的对比 您对鸽子是什么样的上心 对家里面这三个人 是什么样的态度 心放在他们身上有多少 可能刮风下雨了 您第一个想到 哎呦我的鸽子里没领着 您想过 刮风下雨的时候 我媳妇在干嘛呀 她没带伞呢 您肯定先想的是鸽子吧 所以这点您要反省 这么强烈的对比 你让一个女人 怎么能够安安心心地 在家里面待着 她当然会觉得 你跟前女友有什么问题了 再者说 您一直在强调 前女友就是邻居 作为邻居 为什么不能跟妻子联系呢 为什么有活的时候 不能跟妻子知会一生呢 如果她这么介意 我告诉您一个很好的方法 您不是想要坦荡和敞样吗 您觉得就是邻居没什么 带着妻子一起去 为了表示感谢 那就一起吃饭呢 妻子也是您家庭的一个成员 您对我们家庭的帮助 我们家里面对您表示感谢 对不对 您看妻子还有什么话说 再来说妻子 您包括跟轴力吵架 包括这个跟人家去打架 因为一点小事 然后说这个什么 公婆偏袒小叔子 其实您心里面的这个结 都在丈夫身上 对不对 就是觉得她对您关心不够 对这个家付出不够 所以我就要作 我要引起你的重视 我要告诉你 我在这个家是有分量的 你要重视到我 否则的话 我就会怎么怎么样 让你看到这些后果 但是女人有的时候 是要有大智慧的 作有的时候会起到反效果 如果您真的够聪明 有大智慧的话 处理好轴力关系 是帮助你们夫妻感情 增进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包括公婆 如果您跟她家里面的人关系 处理得非常的好 我这边照顾得妥妥当当 体体面面的 您看她是什么态度 所以这方面您也需要反思 需要反省 这样日子才能越过越好 好吗 好 谢谢二位 好 谢谢珊娜老师 来 附老师 有的时候 你上半夜想一想 你下半夜想一想 你顾不顾这个家 他是很顾家 甚至顾家顾到了 要跟自己的弟媳吵架 是因为父母不公 虽然这样的方式不对 不应该觉得大 如果你心里 你身边有一个 不争气的老公 有一个一天到晚 只知道养鸽子 养狗 不关心自己妻子 和孩子的老公 你还要为这个家庭顾家 昏天黑地的忙 还要去在所谓的 这样的一些事情当中 争取一些所谓的公平 你心力交瘁 自己的男人 不提自己说话 自己的家人 不顾自己的家 虽然大家也要顾 小家也要顾 有的时候呢 男人可能要点面子 所以希望能够 在轴里之间 自己作为儿子 或者是长子 有点面子 自己的女人 不要拆自己的台 但是 我始终认为 一个小家 顾不好的男人 不要提什么所谓 真情六十秒 看了一段 二十多年的婚姻 因为丈夫和前女友 也就是邻居之间 生意往来 突然之间 这个婚姻 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危机 这个婚姻当中 本身被压抑的很多东西 就被激发了出来 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老婆 以前都是我不好 往后我不喝酒了 往后我家里面有活我多干点 老婆能够喝好 好好过 再给我一次机会 嗯 在梦里全是你 不要再质疑 把我放进 难道是一个最苦的美 互相确定日期 那场幸福距离 来填满回忆 好了 请亮灯吧 谢谢你们 来 不哭了啊 回家好好再来过 谢谢你们 请回 下边 谢谢 希望今天这个眼泪流过之后 过去的那些不快能够随累而逝 来 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结婚快两年 不知道始终是矛盾就不断 就是每天都有矛盾 他对我还现在也不怎么太好了 结婚之后就变很多 就每次到工资这个事儿 两人吵得就非常不坏 就因为说每次开工资 我不知道钱跑哪儿就好 我就想又一直不明白这个问题 其实我感觉女人买东西天经地义啊 为什么不让我买 男人挣钱 女人就是在家里花 都正常事儿啊 就是对我特别的不满意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陈先生 27岁来自黑龙江公司职员 有请陈先生 有请 女嘉宾沙女士 28岁来自黑龙江 是一名护士 来 有请小沙 有请 欢迎啊 结婚两年了哈 对 对 有娃没 没有 今天谁要来的 我俩都想来 都想来 来干嘛 我俩认识一年 结婚快两年了 但是生活中吧 就有许多小矛盾不断 就比如说他 有时候在家吃饭的时候 就非常慢 那我吃饭慢怎么得了啊 再说我胃不好 我消化不是什么特别 网顽 不赞 不 remot 我 Ero 不ois 帮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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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初恋的时候 或者像恋爱期间 对你那么的好了 难道只是因为他善变吗 跟你的自我管理 你的平时的这种日常表现 你的魅力的 魅力直线下滑 有没有关系呢 我们也发现 不是所有的老公结婚之后 都变得很糟糕 或者是假面具一丝 不是的 也有很多结婚之后 比结婚之前 还更加疼爱自己的老婆 一大有人在哦 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变呢 那反过来 我觉得男孩也是要检讨 对不对 为什么结婚之后 老婆变得斤斤计较 那是不是你某些地方不对了 你是不是还要 像结婚之前 要保持一些东西啊 而且你是男人 对吧 因为感情是 本来就没有谁对谁错嘛 但是男女之间 男人其实有的时候 应该多承担一点 多站出来 多主动一点 多低头一点 关上门 幸福生活 自己体验 这比什么都强嘛 不要太斤斤计较 计较有的时候 是女孩的专利 如果你珍惜爱她 希望跟她走得远 就把自尊放下 辛苦一点 没关系 对不对 好 好 谢谢 谢谢雨东 杉大老师 结婚就是两个相爱的人 在一起相互忍耐 相互照顾彼此 所以你们两个人 现在缺乏的是 相互忍耐对方 当然在谈恋爱的时候 大家都有那种的激情在 觉得我为了你忍一忍让一让 我为了你我退一步 都OK 可是结婚了以后 男生就觉得已经都到手了 女生也觉得反正都嫁给你了 我就一定要争取我的权益 在这个家当中 谁都想当这个家做主的那个人 所以呢 你两个人都会以争我夺 你要听我的 不行 你得听我的 在婚姻生活当中 没有谁是一定占主导权的 夫妻就是协同作战 两个人商量着来 如果学不会忍耐 学不会协商的话 那迟早婚姻会亮起红灯 在这我要想说 多说女方一点就是 有的时候太咄咄逼人的话 会给自己僵到一个死胡同里面 就是你知道你们两个人的吵架 就是那种无理取闹型的吵架 而且吵架是奔着解决问题去的 不是发泄情绪和耍小孩子脾气的 所以如果真的想要好好的相爱的话 先学会好好的吵架 男生这边我奉劝你的是 结婚前什么样 结婚后请你做到70% 如果做不到的话 那你结婚前就不要做得那么晚 要不然的话 你结婚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极度的转变 对女方来说肯定是接受不了 所以总归一句话 相互忍耐 相互包容 婚姻才能继续地往下走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沙塔老师 来 图老师 都说最好的婚姻 再好的婚姻 它也会有几十次分手的想法 离婚的念头和数千次 想要掐死对方的冲动 但是很多人选择了忍 我一忍再忍 这种忍是一种主动的 不要渴望去改变你的爱人 那些所谓的习惯 我告诉你 你死了这条心 事实证明 很多结了几十年 禁婚的夫妻 对方身上的那些秉性 一辈子都改不掉 但是虽然改不掉 但有些人会有一点敬畏 就比如说 如果你身上有一个缺点 你改是改不掉的 但是你为了让对方舒服 你会有点不好意思 或者假装的糊弄那么两下 那说明你内心在乎 你们连现在糊弄对方 都不愿意糊弄了 你们俩还在一起干什么呢 所以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没有 就爱一个人 是一边忍耐着 又一边宠爱着 就比如说 你说他吃饭慢 对不对 每天嘴里念念叨叨地说 你吃饭慢 吃饭慢 念着念着念着 等到吃完了 你还是把碗给收拾了 这叫爱 每天说他一天到晚 网购网购网购 花那么多钱 说着说着说着 念叨着念叨着 又把他购物车里的东西 给清空了 这就是爱 只有第三者 或者是旁观者 才会一昧地去指责 但只有爱人在一边说着 一边又帮他完成了 这是真实的人性 谁家里不是这样 一边说着 我们家那死鬼 又喝酒去了 等他回家之后 倒热茶 敷热毛巾 换好拖鞋 这就是爱 只有爱人 会在两难的过程当中 选择付出 嘴里面的念念叨叨 那是一种发泄 但是在发泄的同时 还是以关爱的对对方的方式 来包容这些缺点 那就是爱 这就是生活的本来 所以如果你们只知道指责 指责过后 不能够去承受 那就不要在一起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从来就没有完美的人 明白吗 就这样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杜老师 听懂了 以后陪他吃饭吧 还有一个就是 我一直觉得 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说是这么说 包容什么 你们俩有一个 下班之后 能够坐在一起 共同待两个小时的 那种爱好吗 你当改这个婚姻 千万不要做两面 一边说我们想这个婚姻幸福 我们来这儿了 一边真的回到家里的时候 我们还是恢复 以前那个状态 好好的吧 你们来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堂 真情六十秒 我俩其实结婚算两年了 经过很多风雨 有可能说 我这人可能说太小样 也有可能说 对他可能是不太好 希望就是 如果说 我希望我可以把我自己的这些 不能容忍这和 不能看得开的一个小毛病 改掉 就对他好 因为 我也想要被包容 我想说 今天回去 每天看着一张冷冰冰的脸 希望 我以后工作时候 能多包容我一起 你说的话呢 我也会深思一下 我以后也看看 我会感觉到我的毛病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 相连一年 结婚两年 所有的外人看起来 全是生活里面的琐事 来吧 看看他们 怎么再次相见的 请开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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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见证 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怜唯点赞 订阅 李订阅 和大家 我们在水里 在爱里等着你 被你疼惜有种暖意 在梦里全是你 不要再紧 把我放进 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 请亮东吧 拜 来吧 谢谢你们 来天难回忆 要过就好好过吧 开开心心 祝你们幸福请回 谢谢 相信三位老师的话 会帮到他们 慢慢来吧 期待有一天 他们幸福地抱着自己的宝宝 再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因为有些 这有什么呀 我们有些特别节目 不就是回访了吗 对吧 某年春节的时候 他们带着自己的娃来了 大家都挺高兴的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金云UP 不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推老师 进入到金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到 一辈式爱情保鲜记 金云的网友提问 我和男朋友谈婚论嫁了 却因为当天父母的争吵 我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而顶撞了男朋友的爸妈 现在他父母不允许我们 在一起 我男友也有很大的压力 不要怎么做 才能够让他的爸爸和妈妈 原谅我 才能够挽回彼此的关系 既然已经谈婚论嫁 那么你和对方的父母 应该已经有了一定的接触 他们应该初步地了解了 你的为人 如果他们把你当成 自己的家人的话 那不会对你偶尔的一次 情绪失控而耿耿于怀 因为毕竟在他们面前 你还只是一个孩子 像这就一直遇进 Tepe 是什么道理 你还用烹调 有时候不来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